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豬仔 昨天就介紹了一隻東方的同款 藍色的錶面配黑色皮帶 今天就介紹這隻不瘦鋼帶 黑面 昨天那隻就很受歡迎 很多錶迷都鼎力支持 一會就沒有了 等他們今天來提供 這隻也是很少貨 而且性價比很高 這隻也是一隻東方的自動機身 機械錶 先從錶面講起 錶面這次是黑色的錶面 其實錶面是光身的 不過它又不是太陽紋面 是反光的 光面的 大家看看外形 好 我先脫出來給大家看看 這隻東方是不瘦鋼殼 配這個不瘦鋼的錶帶 好 從錶面講起 錶面都是日期 它是有這個 星期 12點位置 擺放 而3點位置 就是一個日期 也是用白盤黑字顯示 對 這個是珠仔一向都比較喜歡的字體 因為這個字體 很瘦 比較容易看 而且白盤黑字 比較容易看 因為如果黑盤白字 反過來 我覺得會比較沒有這麼清晰 或者字肥 嘟嘟 我也不太喜歡 另外12點位置 有一個東方相思的標誌 寫著Orient Otomatic 全自動的機械 是這隻 錶面有一個銀色的黑度 和羅馬字 羅馬字 是12點 3點 6點 和9點位置 3692 羅馬字 是 錶針 就是一個銀色的光身的錶針 是的 十分妙的 也是 襯托黑度 唯獨的缺點就是 它沒有野光功能 看你有沒有野光功能的需要 如果野光功能 這隻錶就不太適合你 好了 錶面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塊玻璃 這塊玻璃是一級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起了一級的玻璃 這塊玻璃不是和錶鶴平的 而且起了一級之後 它是套了邊的玻璃 打側這個角度 應該看得清楚 它套了邊的玻璃 做出來很漂亮 這塊玻璃 很有層次感 錶鶴的邊 就是 錶圈的邊 就是用了拋光的處理 一個不鏽鋼的外殼 至於延伸到旁邊 錶鶴的旁邊 就做了一個拉絲的效果 而這個拉絲 就是打動的拉絲 它不是打橫的拉絲 所以是比較特別的 這個打動的拉絲方法 跟我之前介紹的 昨天介紹的藍色 和之前介紹的瑞士天梳 都是一樣打動的 那個拉絲 這個拉絲 就是拉絲 拋光 隔著拉絲 這個拉絲 這個位置 其實這些是不複雜的 不過是麻煩的 不高技術的 但是就麻煩 如果這樣做 但是這樣做 就可以突顯到 錶的層次感 對 拉絲拋光 選拉絲 好 再和大家看看錶罐這邊 錶罐這邊 錶罐這邊 那個把手就是一個相私的logo 和那個12點位置 剛才相私的logo 呼應 好了 這個錶是全自動機械錶 可以手上發條 如果不拆 因為它是一個拉推罐 如果不拆出來 就這樣向上轉 就上發條 而這隻F6 這隻手錶 用了一個東方的F6機芯 這個F6機芯 基本上轉30下 就已經儲滿40個小時 轉30個圈 就像我現在轉的 就已經可以儲滿40小時 因為它是動力儲能40小時 F6機芯 而時間不差值 就是正25 -15 和6R機 一樣的 時間不差值 但是價錢便宜很多 性價比高很多 好了 再來看看這個拉推罐 這個拉推罐 把握出來 就會有停秒功能 秒針便會停 大家看到 向下轉 就是順時針方向 教時間 而這個F6機芯 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 原來在夜晚8點 到第二早的4點 是不可以教日曆和星期的 這個機芯設計 如果不然很容易損壞零件 那麼 現在我就把它放到5點多 6點這個位置 那我就調整這個日曆 對 向下轉 半粒向下轉 就是調整日曆的 26 27 現在28 大聲的轉的時候也有 有受感的 29 30 對 好了 向上轉就調整一個星期 就是一個拉推罐 好 錶帶方面 就是一個 拉絲間拋光 拉絲間拋光 對 有一些帶的花紋 是一個實深的鋼帶 就不算太厚 實深的鋼帶 那它用了一個扣就是一個摺疊的蝴蝶錶扣 對 按鍵就兩邊打開 摺疊蝴蝶錶扣 對 對 按鍵就兩邊打開 好 錶底方面 我們看看 先打側一點 錶底 它遮住了 好 錶底方面 上面的鋼帶也寫了F6的機芯 這個位置寫了 另外寫了Japan 日本機芯 對了 22Jerris 22個石 這個錶是22個石 好 另外這邊 先看看 這邊寫了Stainless Steel 這個錶是一個不鏽鋼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對 做了透視的效果 當然 因為這個錶是比較便宜的 沒有刻意做太多的打磨 鋼片也有些花紋 對 這邊寫了Made in Japan 這個錶是日本製造的 日本組裝的 所以它的性價比是超級高的 而且這塊玻璃是超級漂亮的 玻璃的層次突顯了 而且這個錶其實 清清的有時也挺漂亮的 不太複雜的 純粹就是一個星期日曆 加紫針 時分針 是不是很漂亮 打側看那個玻璃面 昨天選不到皮帶的錶迷 今天也把握這個機會了 選這隻鋼帶 豬仔沒有人用搜尋 因為太便宜了 沒有人用搜尋究竟是多少錢 那麼 講到價錢之前 先講一下那個錶殼 因為這個錶殼是40mm 40點鬆一點的mm 40.8mm 例如40左右 它是設合了今年的潮流 不算太大隻的 這隻錶 而機身的厚度是12mm 12mm 對 那錶的防水度 就去到這個100米防水 其實6點位置也有寫著Japan的字 不過太細隻 鏡頭前面可能看不清楚 這個位置也有寫Japan的 就不是Japan Movement 是Japan Made 日本製造的 那我試戴一下給大家看 這個價錢就超級無敵 值得玩的 真的 不過呢 數量就 即是特價東西就不會很多 當然 數量就 好了 其實今天我穿了一件條紙的襯衣 其實襯這個錶也是很斯文 因為其實很容易襯羅馬志 3692 再加上升旗日曆 很容易配搭 黑面就 時代錶比較重 即是時代錶比較重 這隻錶 今天是 1098 1千1元又找的 1098 是的 1098 只是拿三隻出來做優惠 老規矩 喜歡的朋友 佐敦或者荔枝角電視現貨 是的 有現貨的兩邊都 如果 怕沒有了 盡快留言給我 或者WhatsApp我 明細那裏有 朱仔的WhatsApp電話號碼 是的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給我一個Like 朱仔今年 就會找更多好標介紹給大家 未訂閱 盡快訂閱 真的很帥 1098 性價比很高 再看正面一次 那我就 好了 下次見 謝謝